好 再來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剛剛軸心有了齁 再來就是彈吉落下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它是有伸縮這件事情 伸縮 對我們這裡 需要一些控制器 我們一樣回到ed mode 我們的頭 部我們一樣1 我們往Y軸的地方長一個控制器 然後root 我們可以先按h把它hide起來 我們這裡一樣1 true Y一個控制器 他們分別的是什麼呢 命名 stretch stretch up 上面的 說放跟 stretch stretch no 他們分別是要做什麼呢 這裡的parent 關係要做一些調整 我們這一個骨頭 要parent給 stretch down repeat heal set 然後 這一根stretch的bone 的parent要解開來 alt p create parent 我們現在要在 host mode增加 對於這個骨頭 要增加一個 constraint 好 針對骨頭 contraint 它這裡會多一個bone constraint property 它就跟物件的 property 是不一樣的 bone constraint property 我這裡選到叫 stretch2 我們要做伸縮 叫stretch2 它會變綠色的 stretch2 它一樣要選擇 我們目標是誰 我們的armature 然後骨頭 哪一根骨頭 這時候我們命名很重要嘛 我們有命名就可以很快找到我們的骨頭 stretch up 好 我們來動動看 我們的蛋 可以做伸縮了 而且加上我們剛剛下面有parent關係這裡 但你可以從 尾部來伸縮 好 像我們這樣這裡就完成我們最基礎的蛋的伸縮的骨架 用stretch2 指定 parent給根部 然後 指定它的對伸縮的方向 這樣子 stretch的骨頭的部分就完成